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阿比较 欢迎来到密度阵线 那么这一集跟大家介绍几个情况 那么昨天啊 美利坚和中国 在阿拉斯加上空啊 弄掉一个所谓的不明飞行物 那么这个呢 我跟大家也分析过了 这个属于是自编自导自演 那么昨天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啊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英国啊 发布了所谓的伊丽莎白号航母 在南海自由航行期间 成功的逼退了解放军的 所谓击落级潜艇 那么今天啊 在加拿大也不甘失落 加拿大领空不明飞行物遭击落 美国突然关闭蒙达拿州部分空域 那么大家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 美国英国跟加拿大 昂萨 一二三 相继的 要表现自己的一种强大 那么如果他在表现这个强大 那就恰恰就证明他很虚弱 因为你真的强大 是不需要来表现的嘛 昨天给大家说过了 那么美国啊 在阿拉斯加打掉这个球 有两个原因 一个呢是拜登要挽回受损的名誉 因为呢他被反对党和美国部分民众啊 认为不够强硬 处理跟中国的这个气球突发事件啊 没有第一时间去把这个气球给他打落 证明呢 你好像有点怂 你有点软 不够硬 那不够硬呢 那拜登总共要找一个机会去表现表现 那么最好的机会呢 就是这个 自己放一个气球 去把他给激爆 那这就告诉美国民众啊 我是非常强硬的啊 我不是吃素的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呢要借此 告诉中国或者俄罗斯啊 你们不要来打我美国领空的主意 你们的领 你们只要侵犯我的领空 我就会啊 放炮啊 开枪 把你们啊 给搞掉 啊 就有这个威慑的意思 啊 那么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击落解放军一个 击落中国一个破气球 还要向什么40国通报 啊 也是这个原因吗 也也是因为啊 没有什么面子 那么 昨天英国的这个事情呢 我跟大家也解释了 我这个英国他全就是找了越南 一起来拍这个影片啊 哎呦 你看 解放军在南海 这么不堪一击啊 只要你们 啊 靠着我们英国 靠着美国 靠着我们昂萨 中国解放军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不敢造次 啊 他玩的是这个东西 我也说过了 哪有什么用潜艇去追航空母舰的 就用导弹后一舰去追航空母舰 去监视它啊 用这个潜艇 那是不现实的啊 潜艇都是埋伏的啊 埋伏使用 所以说这一点就可以可见啊 英国现在也是要通过这种事情来稳定内部 因为内部部啊 现在在造反啊 现在在造反 所以说呢 这个 呃 英国啊 一 受安抚内部 搞大内宣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啊 要借机告诉周边的国家 那我们英国啊 还是日不落帝国啊 中国没有 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它的军力啊 在我们的支配当中啊 所以说大家看看 这种英国航母 呃 清理他就还跑到东亚来 来装个这一个逼 那你觉得有什么用呢 现在不是还是滚回去了吗 啊 你要在这里作战 就叫你全军覆没 历史总是尽量的相似 曾经英国的子氏英号啊 对吧 这个事情我多次讲过 对吧 啊 开进长江 啊 防止 共产党 把国民党给打跑 啊 所以你看到 国民党早就在当年就跟英国美国势力 勾结在一起了 啊 已经叫他们过来帮了 那最后还不是给集成吗 你要在这里再晃荡荡荡 再把你给给这个打爆掉 对吧 又不是什么难的事情 加拿大领空不明飞行物遭击落 美国加拿大 美国突然关闭蒙大拿州部分空域 美国联邦航空局 2月10日宣布关闭 北部蒙大拿州某些领空 公国防部活动之用 美国联邦航空局通知称 靠近加拿大边境的蒙大拿州小镇哈佛 附近禁止飞行 哈佛位于 西尔县 距离加拿大边境约35分钟 这个 这个车程 啊 那么这个 由美国和加拿大共同组成的军事机构 北美防空司令部 2月11日表示 在加拿大北部上空 发现一个高空飞行物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其后宣布 他已经被击落 啊 哎呀 你看大家 你看加拿大也要来一下 加拿大也要来什么 自编自导自言一下 啊 特鲁多他就打电话给拜登嘛 老哥啊 爷爷啊 你这个呃 秀了一把啊 你作为一个大统领的果蛋啊 英勇和这个决绝啊 这个坐镇指挥大场面啊 就我知道你跟我说说看怎么弄的 那拜登跟他讲 那这个事情呢 肯定很简单了 啊 你自己放个放一个气球 自己去给他打爆不就行了吗 啊 这样的这技能展示我们的威力啊 也能显示我们的啊 强悍 那特鲁多都说那行吧 那我那我这边也来一个啊 你给我放个气球 我也果断下令啊 给他给给他什么 这个气球给他击落 那这样的话不就又显示啊 我特鲁多啊 也非常的牛逼啊 我不是被习近平教训的那个孙子 啊 习近平不是我爷爷 只要有任何 不管是来自中国 俄罗斯 还是来自啊 哪里 这些不明飞行物 只要敢进入我们加拿大 我就会保护加拿大人民 啊 然后你看 又给选民啊 这个注入一记 强心记 哎呀 小特鲁多啊 不仅家境好 学历高 能长得帅 个子又高 高富帅 还有政治智慧 还有勇气 民主还可以对抗威权 啊 他们你看多么英俊潇洒的一个小土豆啊 呵呵呵呵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呢 这种事情 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出现这种事情啊 就是这个道理啊 都是借这个机会来什么 增加自己的威望啊 然后他也不说是中国什么什么国的 因为如果指名是中国 那如果讲这东西 这东西不是我的啊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啊 不太好 所以他只能说你们去猜吧 啊 那刚刚美国记住了中国气球 那就是什么 这就是中国的啊 你看我们多厉害 这个中国也仅此而已啦 呵呵 所以说你看看 这种西方选票政治 就是他们天天搞这种虚头霸脑的东西 啊 什么英国吗 把中国在南海啊 在中国家门口 把中国的潜艇给逼退了 放你个驴儿屁 下次中国人是潜艇要不要看到你 你英国去一下 我看你逼退不逼退 嗯 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事情 日本解放军测量船 陆清临海 已向中国表达强烈关注 日本防御神2月12日称 中国解放军一艘测量舰 12日通过路尔岛线附近日本海 日本海上自卫队 一艘解放军测量船12日上午 2030分左右 驶入洛尔岛 啊 洛尔岛线 屋九到以南日本海域 因为上午4时10分 后在西航行离开 啊 那么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 测量船 日本还派了这个 P-341的反显机过来来侦查 那么也就是 解放军呢 要把自己这个不空范围啊 啊 尤其是武统不空范围 和接下来这个情况都要拓展到日本这一线 要对日本进行海底封锁 因为我的 因为你知道你前景直接开过去 危险系数比较大 啊 而且效率比较低 你就直接测量船在日本的家门口测绘 啊 进行测绘 呃 海底什么地形图啊 啊 海底哪里有礁石啊 哪里有这个地道啊 哪里有山脉啊 啊 哪里有盆地啊 啊 啊 然后 在这里呢 在同样的什么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反潜 啊 看看这个 美国的潜艇 日本的潜艇在哪里啊 啊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什么 日本啊 不仅通过空中 对它的威慑 同样在水面上 也要对日本进行威慑 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水底 海底啊 啊 去锁死这个日本 啊 只要敢轻举妄动 直接把潜艇直接就要打他 啊 所以你看 你别看日本天天 什么解禁集体自卫权 他在弄这些事情 不管成功与否 都是什么 在打扫精蛇 让我们更加 想办法要料理他 啊 这就是事实的这个真相 啊 所以说 呃 他们在做所谓的表面上的准备 我们也在做准备嘛 对不对 我们也在 也在做准备嘛 啊 所以说现在的局势呢 就是这么紧张 啊 所以说我也是劝这个中央啊 赶紧把台湾拿下吧 啊 拿下以后的情势 地缘 对于对于地缘政治来讲啊 你就直接靠近了太平洋了 而没有这些这些内海了啊 什么南海东海 但实质上还都是内海啊 只有在台湾拿下以后 直接就接触 就是太平洋 这一点我希望啊 中国真的重视起来啊 然后呢 你也看到了 对吧 这两天还搞那个和平气氛 啊 搞和平气氛有什么用呢 啊 前宗教事务局局长 要到台湾去调研 政治和尚新云 啊 然后呢 明天呢 直接就拒绝 直接就拒绝 所以说啊 这个 啊 真的有点 不太好啊 早一点 早日拿下 早一点 免得夜长梦多 那么还有一个事情 我们来讲讲啊 也就是所谓的去年第四季度啊 美国南部边境中国偷渡客 暴增百分之七百 美国媒体周五报道 2022年最后三个月 非法进入美国中国共鸣 同比暴增超过百分之七百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提供的数据 在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 该机构逮捕了1862名 试图穿越美墨边境的中国偷渡客 在2021年的这几个月里 只有299名来自中国的偷渡客 在南部边境被逮捕 根据联邦政府的数据 自2021年2月以来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逮捕的 无证中国移民数量 每月都在增加 机构数据显示 在整个2022财年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在南部边境逮捕了 1970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无证移民 少多在德州被逮捕了 三名中国偷渡客 他们每人向人口走私 贩的支付了3万5千美元 国土安全部的消息 是告诉记者 中国偷渡客通常会 被加快遣返 除非他们确实担心 返回中国后会遭到什么迫害 一些寻求庇护的人 在他们自己的担保下 被释放到美国 并收到出庭参加 移民听证会的通知 另据BBC报道 新冠爆发后 中国互联网上 越来越多的 润出中国的讨论 有些中国民族 在各种现实压力之下 选择移民或暂时移去他国 在这波润潮下 有一些中国民众 以非常规的方式 随着南美难民的脚步 穿越巴拿马雨林 一路向北到达美墨边界 再偷渡进入美国 但这段雨林之路 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 偷渡路线之一 除了残酷的自然因素外 雨林中充实的 被武装黑帮袭击 抢劫钱财的危机 不过 这似乎也阻挡不了 想要逃离家乡的 中国移民者的脚步 那么这个事情呢 美国又可以炒作一把了 那么大家要知道 中国的总人口 要达到14亿来 对吧 那么你说有1800多名 偷渡者 能代表整个中国的 整体的民意吗 那么这些人呢 我也说过了 很多呢 是想要到美国去 到农场去收割大麻的 为什么 因为收割大麻 据说每天的工资挺高的 可能有的时候 旺季一天能给的600到800美金 甚至1000美金 那么这些人呢 就是想到美国去 因为现在美国不是 遍地都在种大麻吗 大麻不是合法话 遍地种大麻 但种大麻 你要有人打理 你要有人去收割 那他们呢 就是去干 想要去干这个生意的 基本上都是啊 那么 然后呢 他又贬低说 你看中国还强大 强大什么呀 中国人现在都要论出国 他们论出国都要进入美国 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不然的话 这些中国人怎么会想要过来呢 他们还要过巴拿马运河 从南美洲过来 从巴拿马运河 然后再走这个什么 就跟这个中南美洲的这帮 穷国 垃圾国家 这些洪多拉斯 这些大棚车 上这些难免一样 都跑到美墨边境 我感觉这有点夸张了 花了三万五千美元 还走这种线路啊 那他妈那个逼的 他不是应该是坐飞机 坐到这个迪瓦尼 墨西哥城再转移到迪瓦尼 在迪瓦尼这些地方 美国边境 这个地方想要偷渡过来 或者在德克萨斯那个地方 偷渡过来 怎么可能还走这种线路 如果走这种线路 就显示出 中国人如此的艰辛万苦 也要进入美国 美国确实是很强大 所以我说了 那么中国人口太多 总归有一些坏鸟 不是好鸟 那这些坏鸟好鸟 能代表中国吗 你海外那些黑户打工 能代表中国人吗 代表不了 对不对 去美国中大麻 到最后可能就是像 在旧金山一样 所谓的摩古厂 搞这种枪杀事件 是不是 你想着 人家墨西国人也想着 好吧 所以你说润 润出中国 中国现在这个情况 还需要润 你润到他们那些国家 去通胀这么高 你想去干嘛呢 当然了 这些人都是想 从事些非法的勾当 好吧 感谢各位收视频 我是老板 大家喜欢点赞 谢谢 谢谢 谢谢